每学期开学都收到陌生人汇款,毕业后一封来信让我恍然大悟。 我家在乡下,父亲上过高中,在他们那个年龄的人也算是高学历了。 父亲没能考上大学,不甘心就此回家种地的他先是外出打了三年工,攒了一点本钱后就在家办了一个养鸡场。 由于没经验,一开始养的鸡总是生病,一死就是一两百只。 后来父母结婚后,养鸡场才稍具规模,直到我四岁那年,养鸡场才算有点盈利了,我们家的生活才渐渐好了起来。 正当一家人都在憧憬住美好生活的时候,我七岁那年父亲却因为一场车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 虽说父亲这几年养鸡赚了一点钱,但由于刚建了房子花光了所有积蓄,我和弟弟又还小,母亲对养鸡又不太懂,只好把养鸡场转让给了别人。 父亲去世三个月后的一天,我们家来了一个不俗之客,是个年龄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,看起来是一个学生,说是来找我父亲。 母亲还没来得及回答,她就看见了摆在客厅里父亲的一项。 她以下愣住了,随后走上去朝父亲的一项深深的鞠躬。 母亲问她有什么事,小伙子只是说,谢谢你们,对不起。说完就走了。 母亲很快就忘了这事。 生活还是要继续,母亲为了供我们上学,每天起早餐黑下的干活,种极母地粮食蔬菜买了给我和弟弟交学费。 我和弟弟也还算争气,相继考上了重点高中。 我读高三那年,母亲因劳累过度,身体严重透支,以无力供我们上学。 我和弟弟争助要退学打工让对方上学,就在这个时候,我却收到了一张五千块钱的汇款单,留言处有几个字,好好学习,生活总会好起来的, 汇款人是一个陌生的名字。 我们一家人拿住这张汇款单研究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是谁给我汇款, 后来母亲说可能是哪位亲戚看我们有困难相帮帮我们吧, 直接送钱又怕我们碍于面子不收所以才会选择这种方式, 我想想也觉得应该是。 此后每年我都会收到两次五千元汇款,都是在每学期开学前。 我和弟弟就靠住陌生人的捐助,自己在利用假期去打工相继读完了大学。 我参加工作第二年,弟弟也毕业了,那张汇款单就没有再出现了, 我急切地想知道到底是谁帮了我们,因为我已隐隐觉得这不是我的亲戚钱的, 七年里汇了整整七万块钱给我们, 我的亲戚里好像也没几个经济条件好的。 就在我苦苦寻找却又没点头绪的时候, 我收到了一封信,看了这封信我才恍然大悟, 解开了缠绕在我心头七年之久的谜团。 原来,汇款人就是我父亲去世后来过我家里一次的那个年轻人, 他也是担心家庭,家境贫困,从上高中时起就受到我父亲的捐助, 一直到大二我父亲去世。 父亲去世时正直开学,没能给他寄钱, 他本想来找我父亲质问的, 因为父亲曾答应他会捐助他一直念完大学。 他在信里说,当他看到我父亲隐相的那一刻, 心里充满了懊悔与羞愧。 后来他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又经历了很多波折, 直到结婚后事业才慢慢稳定, 这时他打听到了我们家里正面临困境, 就开始给我寄钱, 我的名字是他从我父亲的遗像上看到的, 当时就记在了心里。 看完了信我感动不已, 相信在九泉之下的父亲也会感到欣慰。 种下了善因, 得到了善果, 估计父亲也没想到, 他生前做的善事, 在他去世多年后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帮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